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最近很多朋友問讀書移民,讀書可否移民加拿大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可以的,加拿大的政策是讀書申請學生簽證 你的配偶可以有一個開辦公司可以找工作 你的十九歲以下的小朋友可以讀書 是免費讀加拿大的功能學校的 可以有一個叫做study permit去讀書 你讀完書讀過deploma之後 兩年或以上,你就可以讀完書申請open work permit 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做了一年,可以通過express entry申請永久居民 或者是你讀書的省,例如bc省,ontario,manitoba 其他省份都是為international student graduates 可以去申請永久居民 這就是讀書移民計劃 關鍵就是要取得學生簽證 譬如officer會根據法律 Session 205就是研究 如果這個學生申請學生簽證 他讀完書之後,會不會回到原居地 即是我們的香港 如果他覺得你有移民傾向 Dual Intent的話 學生簽證是會被他簽的 最主要看來學生簽證可以移民 好像很簡單 但做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學生簽證的application 可能是要你的study plan 要怎樣寫 怎樣詳細地解釋 為何你現在mid career的professional 有個學生簽證 有些學生簽證 有些學生簽證 來做幾個委訓 還要去加雅大讀書 要花點時間 花點精力 研究一下study plan 要詳細地解釋 怎樣跟客戶解釋 業務官方的疑慮 关于Door Concern的疑虑 而顺利得到学生签证的批核 请你PM我们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拜拜